千萬讓他影視 沒有看 我問一句你答一句 啊!快點! 醬汁! 做了一件大秘不到違反人倫的事情 什麼事情 昨天我們在拍片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使用一隻手機做道具 那個時候我們用了 一個叫做 湯瑪士 幾年了你還記不記得我名字 一個叫湯瑪士的人的手機 那個手機是鎖定的狀態 他突然間就跳出來的事情 你不用解除鎖定 你也可以直接按回覆 就回覆 所以當時我看到的一個訊息叫做 下班了 我其實當下的不假思索 就馬上回了一句 回了什麼 GG 硬硬的 為什麼要回這個 因為 我是一個 老中二 然後 我單純的 就只是 想要做一些沒有意義的 愚蠢的事情 那你後來發現事情不對 他回了點點點以後 你為什麼要回那個 等一下 後面那個回的人不是我 那是誰 那是狀況 因為那時候手機的狀況很棒 他就跟著回了 就是硬硬的嘛 你到底在送他小 那你有沒有看到裡面的訊息 沒有 完全沒有 就只有當下的那些 網板而已 我們也沒有打算打開來看 真的 真的 請你相信我 等一下 找見 真的 很抱歉 這一切都是我的錯 跟他媽是沒有任何的關係 然後 他說他 很想請你去看電影 如果可以的話 公司出錢 都沒有問題 只有看電影 吃飯 看電影 還有 還有吃藥的錢 我們都不 那你滑雪的時候 不是說要裸滑嗎 對 滑雪的時候 如果真的要的話 我就他媽我滑 裸滑是有穿內褲還是全裸 滑雪不用穿內褲 你上次就騙我 滑雪不用穿 你才能怎麼知道 好 那就跟Kino說再見 再見 所以下次不會再犯 我保證不會再犯 我保證 也不會是偷看訊息 真的 好 拜拜 拜拜